好了 經過四個回合的答案之後 我又幫大家解計時 余若薇議員 剩下的時間是1分47秒 曾特首你剩下1分38秒 那現在余若薇議員 你可以一次過用盡1分47秒 今日為何要有這個辯論呢 特首是有的責任 是同大家市民解釋 他的政制方案 我們為何會支持 為何會達致普選 但你聽來聽去 他今天來就只是抹黑我 他說你激進了 你不支持 你阻礙地球轉 喂 阻礙地球轉是你 你不要忘記 這是你的責任 是你的選舉承諾 你拿個方案出來 市民不支持 你五年後又翻盯同樣個方案 然後你說不支持就沒有了 接著我問你功能組別 你就說你這麼聰明 你去取消他 那你又叫我們增加功能組別 這個就是你那個離譜的地方 特首 我只是問你區議員 麻煩你一會兒回答 為何委任區議員 這個真是 沒有可能今時今日 二十一世紀 還在特首你幫我們委任 一百零二個區議員 你就拿著這件事 用來捏我們 然後你說 你不支持我這個方案 我就不會取消委任的 這麼卑鄙的手段 你說給我聽 怎樣你表達 你是做了所有 你應該做的事 你要有些誠意 讓香港人看到 我們真是有民主 你記不記得你有講過的話 你說民主到極端就是文革 所以我真是懷疑 你是不是真是支持民主 你是不是真是幫我們香港人 去爭取 一個真真政治 但去普選 我都說了 你二零一二個方案 我無所謂 我願意支持 但是你一定要承諾 最終我得到是真的 是一個民主普選 是沒有功能組別 你苦心自問 你對著香港人 你解釋給他們聽 為什麼現在這樣的功能組別 你可以忍了這麼多年 你是不是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很明顯 你是小圈子產生的特首 你就要這些小圈子的功能組別 繼續補價互航 曾立手裡剩下1分38秒 你可一次個發言 用盡剩下的時間 我們一定要公平處理 今次2012年的方案 和現在我們的選舉制度 當然剛才我解釋了 是一個很進步的方案 比起2005年 就是余若薇縣 和他們其他泛民 是否決的方案 和現在我們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最重要當時 為什麼要反對的方案呢 他說當時 因為那些民主 是區議員選出來的裡面 而且區議員有這個委任的區議員 所以這次我們的方案裡面 說得很清清楚楚 這個區議員裡面 只是民選出來 才能夠參加這個互選 做這個立法會的將來的議員 這次議會是一個很明顯的進步 和以前很不同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背景 是很不同的就是 我們2007年 我們已經有一個很清楚的普選時間表 現在我們整個民主的背景 已經很不同了 目標是很清楚的 以後美議員經常都說 是公民議席 公民議席的問題 我明白到的 我也知道香港人是執著的 剛剛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也都 喬會楊先生也說得很清楚 我們將來的公民議席 如果是現在的公民議席 任何形式的公民議席 在2020年 我們真的做了普選的時候 我們現在所有認識的公民議席 都一定是完成了歷史任務 我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原則 將來所有議席都好 都要達到這個普及平等 這些最重要的標準 將來細節我一定要談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如果我們2012的方向過不了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談 又沒有了互信 又沒有了溝通的渠道 我怎麼做得到呢 謝謝特首 時間夠了